中共軍部大談政變 胡舒納微博有變 重磅北京踩過界 稱台灣一個省 台軍方高層密訪美國 與印太司令部上將會晤 台駐日內瓦代表說 如果中共奪取台灣全球受害 黎智英等7人被橫押 評論揭北京目的 高耗能企業電費無上限 學者說是毀滅性打擊 字幕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共權力鬥爭你來我往 日趨激烈 軍方喉舌解放軍部 日前居然發文 帶談明朝的奪門之變 而因為談論諸頭被受關注的胡舒立 最近動向盛意 中共軍部10月11日發表文章 《常令明節不聚地》 其中一段話說 在明英宗政策奪門之變時 大臣於謙為固存大局 鞏固社職 受握重兵 卻押不為動 即使含冤入獄 亦不作爭辯 奪門之變 是明景泰八年精月的一場政變 就發生在北京故宮 親名代宗諸祺玉病重 徐友禁等大臣大遷遇士兵 偷襲紫禁城 救出被遠禁的英宗諸祺鎮 然後直奔東華門 守門的武士不開門 英宗上前說道 浸乃太上皇帝也 武士只好打開城門 次日黎明 中大臣到奉天殿 只見英宗坐在籠椅之上 徐友禁高艾 太上皇帝復慰 英宗復辟後 朱祺玉被廢 不久去世 軍部這篇文章 大讚於謙 在政變時受惡重兵 卻停止淫資 似乎暗示為固全大局 如果遇上太上皇政變 軍方也不應該干預 在中共政壇 太上皇等表述太過敏感 在習江激烈內鬥的政治背景下 這樣一篇文章能通過層層審核 令人震驚 另一方面 財新當家人胡舒立 因為發布豬頭照 被視為觀察中共內鬥走勢 以及習近平對中共核心層 掌握程度的情語表 資深媒體人東方 在推特發文說 豬頭並沒有受到網信辦的屏蔽和刪除 胡舒立和汪朗 也沒有遭到中宣部 國安部 公安部的查辦 觀察家認為 這表明中南海的權鬥 在中共二十大前已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 之前坊間的確傳胡舒立被帶走調查的消息 但無法獲得官方證實 胡舒立的個人微博 連日來也一直更新 但值得關注的是 胡舒立改變了在個人微博轉發 財新飲食類短文的習慣 至上星期的豬頭文之後 財新官網連續更新多篇討論飲食短文 但胡舒立的微博並未跟進轉發 10月13日 有消息人士指 馬雲旗下螞蟻集團 日前已將持有的財新傳媒股份全部埋出 這固然遞顯了財新當前的困境 但亦顯示 胡舒立及財新並非簡單的 隸屬王旗三派系 公開信息顯示 財新傳媒成立後 曾獲得四論融資 投資方包括螞蟻、騰訊、 CMC資本以及節數文化等 這幾家公司都與江澤民、曾慶雄家族有密切關聯 蔡英文總統在雙十節國慶演講中提出 四個堅持 強硬回擊北京連續幾輪的民工武嚇 中共紐收成怒 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出面 在10月1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公開宣示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將台海局勢以及中美關係推置一個拐點 中共外交部當日安排官媒新華社記者 在例行記者會上就台灣問題提問 趙立堅以答記者問到形式拋出震撼彈 趙立堅說 聯合國系統各專門機構和聯合國秘書處 任何涉及台灣的事務 都應該遵循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聯大帝2758號決議 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 根本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 趙立堅有關台灣地位的這段答記者問 被新華社、中新網、央視、鳳凰網等各級中共官媒 製造成通稿專門轉法 顯示它的性質遠非外交部答疑這麼簡單 雖然表面上趙立堅是解答有關台灣入聯合國的問題 但普遍認為這是對蔡英文總統四個堅持中的 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抵屬一項挑戰 視頻人江深哲評論說 趙立堅這番表述事實上推翻了美國 在中美聯合公佈中的一個中國模糊政策 因此戰狼好似幫習近平出了一口氣 實際上卻引力由一個大麻煩 美國會怎麼辦呢? 江深哲說 美國不可能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那美國怎麼表態呢? 這就等於北京要迫美國將一個中國的政策清晰化 換句話說 北京在被台灣激怒後 將火頭引向拜登政府 這算得上是中共由一招臭棋 對華中國智庫所長 八九學運領袖王丹 10月12日發表專欄文章指 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大會上的發言 令人意外的低調 原因是習近平意識到自己在台灣問題上落了三招臭棋 王丹烈說 中共在十一前後出動軍機一百多架恐嚇台灣民眾 卻反倒激發了台灣社會的反感 以至於民眾不再反對民進黨 抗爭軍費加強軍球 這是習近平計錯的第一步棋 中共武力威脅幫助民進黨擺脫了疫情帶來的困境 連藍營的名嘴都哀嘆 看不出國民黨2024年還有贏的希望 這是習近平計錯的第二步棋 習近平算錯的第三步棋系 台海局勢威脅美國的傳統利益 影響整個印太地區的穩定 國際社會不可能置身事外 中共釋放對台動武的訊號 國際社會就必須加強對中共意圖的阻嚇 結果對中共來說國際壓力空前嚴峻 如果真是好像王丹所說三招籌棋 令習近平只好在台海問題上向後退 這樣中共外交部公開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就截斷了習近平的退路 不過也有專家提出 習近平希望在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 接下來大概率會文武並進 台灣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10月12日在立法會證實 有關陸軍司令徐顯珀 已出團到華盛頓 拜會美國軍方高層的報道 但稱徐顯珀此行不是密房 而是年度交流工作 此前10月11日 台灣聯合部透露 美方人士證實徐顯珀10月9日 秘密率陸軍司令部戰訓 計劃處處長等人到華盛頓 主要行程是參與年度固定的 美國陸軍協會年度會議兼展覽會 將會見美國國防部高層 美方人士稱 徐顯珀還將轉往夏威夷 出席台美六威年中會議 藉間與美陸軍太平洋地區司令 弗林上將就明年雙方軍事交流合作義務 交換意見 同時將拜會美國印太指揮部司令 亞歸尼諾上將 每年在華府舉行的美國陸軍協會 年度會議兼展覽會 會上除了有密集針對美軍 未來發展的論壇與專題演講外 各國軍工廠商亦把握機會 展示先進或具有潛力的陸軍裝備 堪稱是北美最大規模的 年度地面防務裝備博覽會 台灣駐日內瓦代表蘇瑩軍表示 如果民主的台灣被中共奪取 全球其他民主國家將遭受威脅 中央社報導 瑞士日內瓦論壇報 10月12日以如果台灣落入北京手中 全世界將因此受害為標題 刊出專訪蘇瑩軍大篇幅報導 日內瓦論壇報在說明中寫道 習近平稱要和平同一反抗的台灣 卻出動了上百架戰機 使緊張形勢升溫 且中方從未佔領台灣 台灣由一位主張獨立的總統領導 並經完全民主選舉產生 蘇瑩軍在專訪中表示 習近平玩兩手策略 扮演好人 但同時派軍機警告台灣 向中國國內展現民族主義姿態 並試圖分散人民對缺電 水患等問題的注意力 蘇瑩軍說兩岸如果發生衝突 將是一場不對稱作戰 但中方也將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 他呼籲國際關注 如果民主的台灣淪陷 其他民主國家將遭受威脅 台灣向全球供應半導體 如果被侵犯將對半導體供應鏈 造成毀滅性的損失 因此守護台灣對許多國家都有好處 《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 與公司高層等7人 因被港府指控違反《港版國安法》 10月12日提堂後被還押 洪方要求將提訊押後至12月28日 歐洲天君淨經智庫研究員 任中道認為 北京當局與港府採取各種手段 打壓黎智英等香港泛民人士 只是將它作為習近平與拜登舉行會談的籌碼之一 此前白宮確認 習近平與拜登將在年底前 以視訊方式舉行會晤 任中道表示 習近平如果認為自己有望和得一些有利協議 就可能會拿出一些所謂的誠意作為交換 如果放鬆香港的管制 釋放黎智英等泛民主派人士 將政治異議 大於實際異議的反外國制裁法 速之高國等 甚至必要時役會撤除林鄭月娥及其親信的職務 暫時緩解一下香港人的民怨 任中道說 因此就不難理解 香港法院為何再次批准 將黎智英等人押後提訊日 至12月28日 一起要等到習近平與拜登的中美高峰會談之後 再作定奪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下令 糾正地方一刀切式限電 中共法改委 10月12日發通知 放開電價限制 對高耗能企業市場電價不設上限 以此應對電方 金融學者施令指出 這對高耗能產業來說 屬於毀滅性打擊 施令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 中共不放寬對西方國家代煤炭入口禁令 因此難以解決煤炭供應不足的問題 故鄭這次發改委的政策 將供應責任推給市場 施令說 如果市場對電的需求量大了 電價會上浮 這時煤炭企業 發電企業的利潤空間會變大 可能自己會想一些門路得到煤炭的來源 發改委承認 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讓用電多 耗能高的企業多付錢 以此來緩解燃煤化電企業的困難 但當前在中國電力消費中 工業用電比例接近70% 居民電力消費只佔14%左右 因此有財經人士質疑 不確定這次電價改革將為工商業帶來怎樣的影響 施令認為中國製造業屬勞動物集營 電力供應舉足輕重 只要當局不解決煤炭供應問題 製造業就會受到打擊 特別是鋼鐵業、晶片業 他說電力如果供應不足的話 對製造業打擊將是毀滅性的 鋼鐵業當中 很多機器的運轉是需要電力的 仍然大量依靠原始能源 而且晶片行業當中 很多高分子的光電設備 它的運轉是一個耗電的大戶 好了 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